本週三星最強發消息 TOP5 本週三星發消息 第五名是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 今年發表了許多8K電視 拖掛三星、LG、索尼、夏普等 8K的戰國時代即將來臨 三星推出市場最大8K QLED電視 同時也首次導入智慧女英助力 讓使用上更加便利 另外為了方便iOS用戶 包括三星、LG及Sony都宣布 今年新款機種將支援Apple AirPlay 2 未來都可以用手機投印內動到電視上 網路上美顏App白白種受到最多網友討論的 就是無塔相機B612氧氣相機 找來三位網美實測 最後氧氣相機在一鍵美顏拍照功能 還有塑形特效的功能上 受到網美們一致認可 是這三款App中最受歡迎的一款 身為蘋果iPad家族里重要的一員 iPad mini雖然還沒有正式發表 但網路傳言不斷 近期又有網友曝光使機疊照 包括3.5mm耳機孔 Lightning轉接器等 這連螢幕尺寸都只指7.9吋 不過新款iPad mini究竟會長怎樣 有機會在今年3月以獨立活動方式發表 擁有7.2吋大螢幕 5000mAh大容量的華為MAT20X 本來沒有在台上市的計劃 但有鑑於台灣消費者對於電競手機 還有大螢幕設計的需求增加 品牌特別搶在農曆年前開賣 搭載70980處理器 6GB加128GB款式 售價只要22,900元 即日起到1月18號前 預購還送好禮 預計1月19正式開賣 本週最熱門話題是 才開賣半小時則搶光的小米輸肥機 外型採原型設計的米家電磁爐 模擬傳統爐火又轉的調節控溫 還支援雙頻九九段微調控溫 高溫高頻可爆炒 低溫低頻可輸肥 難怪售價1795元的米家電磁爐 會這麼受到歡迎 副刊凍新聞報導